70歲的諸葛亮 2014年確診罹患大腸癌二期 但為了捧女兒謝金金出道 即拍攝電影一拖就是兩年 還從二期拖成末期 去年9月動完手術後 她雖然說恍如重生 但事實上 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其他器官 上週入院進行第六次化療 傳出病情一度告急 院方還發出病危通知 不過據了解 目前諸葛亮暫時熬過難關 又有元氣與家人交談 圈內知行人士透露 目前治療方針 已經進入安寧療護的階段 並且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 家屬已經開始尋覓塔位 對未來已有心理準備 不過今天PTT上突然爆出 朱葛亮過世的問卦 經過記者查證 主治醫師說是亂傳的 女人謝金金也出面回應 爸爸沒事 並且看見